我講的部分是建立場景跟工作室模式 那場景的話 你的OAS走下角或一個場景 然後你就簡選家 前進去之後呢 他會跑出一個新證場景的頁面 你就打中場休息 然後他就跳出一個黑屏 這就是新的場景 就你可能覺得你前進場景很亂 或者是你想要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 然後因為如果你切到黑屏 那可能在看的人就會覺得很奇怪 那你在切到黑屏之前 就可以使用一個工作室模式 就在你的右邊的第四個 然後點進去 他的頁面就會有兩個 然後左邊這個是只有你看得到的 右邊是你展示給別人看的 所以你可以編輯左邊的時候 右邊就是在看的人 是看不到你在編輯 然後等你編輯好之後 就是你可以先把圖檔拉進去 然後編輯好之後呢 你就按中間一個 餐廠特效 然後他就會跳到給 所以就編輯不要開的那個地方 好那我就靠這邊去解答來看 就是像這樣 然後你那邊編輯過 你在天打中場休息 但現在比較麻煩 去跳過 然後所以就是你自己在場景 然後這裡右下角在這邊 然後這次給我看 你這個時候就有一個關卡 然後在這裡 你會不會再試一下 好嗎 那你會不會再試一下 你會不會再試一下 你會不會再試一下 好嗎 好嗎 然後你要給別人看就按中間的登場特效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這就是工作字模式 好那再來呢我教一下文字公告跟網上 那好現在左邊這個是我們自己看得到的 右邊是給別人看 然後呢你假如說要這樣 好現在是這樣的話 那這裡是中場休息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加一個文字 讓大家知道現在是休息時間 那你就按這個文字的部分 然後呢可能就是這裡一樣中場休息 然後你就可以按確定之後呢 你就輸入你想要的文字 每天通常休息10分鐘 然後這樣去打個文字這樣 然後可以選擇自行 大概48差不多 然後呢確定 然後呢再按 它就可以往內縮 那說完之後 它按右鍵 然後 濾鏡 有個加號 按下去之後 可以按捲動 然後捲動特效 就是水平速度給它加快 它就會這樣動 這樣就會出現這個 跑馬燈效果 那如果 你如果不要讓這個底圖動的話 可以把它鎖起來 那還有剛剛那個遊戲 遊戲擷取的部分 我們都很用 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下載那個遊戲 如果遊戲擷取 我們網路上找遊戲桃跟遊戲天堂 這種都是用視窗擷取 遊戲擷取只有像那種 很多人應該有在打Long 或者是什麼 風之谷之類的遊戲 因為下載這個軟體 才能用遊戲擷取 很多直播組都會用OBS這個程式 因為 就真的很方便 就可能這裡打遊戲打一打 那直播組想要休息 那它就直接轉場 那別人就會看到這樣休息一下這樣 像什麼POIS啊 STANLEY 他們都是用這個 這個程式來做直播的 好 那再來呢 我就要來講 很熟嗎 再來就是轉場的特效 那我一樣是直接試碼 轉場特效 你看直接這樣轉場 就會覺得有點硬 那它這邊就有選擇這種 你看就直接轉場 就是這樣 那你就有進入淡出 那它就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那還有 滑出 滑出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 你看向左 向左滑出的話 大家就會看到 它是這樣 然後這裡也可以調實場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個STINGER 就是這個我在網路上找的通常都要錢 就是它是有整場特效的 你可以在網路上打 什麼STINGER CONSISION DOWNLOAD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找到 你如果想要買的話 你就可以用 你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不一樣的特效 好 好 我的報告在這邊 所以我要建設的是快捷鍵設定 那我們在這個做短場了 或者是切換螢幕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不希望觀眾看到 我們就在設定這些東西 或是我們換場 如果你沒有那麼凌厲的話 那會有個快捷鍵可以使用 快捷鍵在這個 設定的這邊 那點到快捷鍵 我們就會看到這裡有 這裡是有個過濾 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找 什麼時候可以換流 或什麼時候停止串流 你就可以直接搜尋 它就會直接跳出來 所以你其實找非常快 那不用的話你一個一個這樣找 看一下它上面有一個功能 這邊是關於場景切換的部分 然後後面是視窗截區 所以它每個都可以用快捷區設定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串流的YouTube的品牌 可能之後要麻煩老師示範 那這裡我就先用一個 剛剛有一個是場景切換的 假設我輸入個1好了 欸喔前面輸入重複的 就它在這邊會提醒我 如果前面有偷偷輸一樣的話 它就會提醒我你把它刪掉 那這邊設定到1 那你待會按場景切換的時候 這邊有個缺熱解 這邊有一個按 中間三個 對這邊用2 通常我跟我的電腦說下面好像有個確認鏡 我就會找不到 要不要拉小 好呢 喔找到了 好那我現在按1 它貼了 按2它就切換 然後這個是 欸我遇到的是那個 這個是那種場景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這個轉場在另外一邊設定 那這個的目的就是可以讓你在切換的時候更順利一點 然後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就是 你正開啟設定的時候它是沒辦法做切換的 我現在按1跟2它就不會理我 所以你只要開啟在錄影的狀況下的時候不能看這個來切換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是開始錄影跟開始錄製 那它會提醒你說 例如說這兩個紅色是一組的 你通常按1 那另外一個 喔對不起 現在1又掉了 6的話 那你通常按6的話 它這個就可以一起 就同時聽子跟錄製 這樣子 好 那我接下來要講一下 怎麼樣去內簽聊天室 那有些像是YouTube啊或FB啊 他們會有那個聊天室的話 那你們看到直播主有會把它簽在那個自己的視窗旁邊 然後就可以跟觀眾做互動 那它這個是從YouTube複製它的聊天室網址 那可能等等 麻煩老師那個半流的時候可以 我再跟大家講說怎麼樣複製聊天室 那它就是屬於在那個瀏覽器這邊 你從瀏覽器那邊添加那個聊天室的網址之後 它就會跑到你的螢幕畫面了 那你的螢幕畫面這邊 前面這邊它可以調你的長寬 所以它這個可以配合它的這個整個團款 那你有看到有些直播主他們的聊天室不會像這樣子黑色的底醜醜的 那你可以去自己設置聊天室的樣視 我有找到有一個網站 它可以例如說像這樣子 直接設定你想要字體多少 或者是你希望它的背景 像這樣它現在背景都是空白的 然後 Background 就是這裡 這個是拉透明組 你的背景可以是全黑 或是透明這樣子 然後下面就會產出CSS碼 這個CSS碼 複製之後可以貼在 我現在隨便進一個瀏覽器 我們看到CSS碼在這邊 是這樣子的畫面 好 欸 下眼 這裡的我的背景 就全部直接剩下字幕 這就是如何內建聊天室 好 最後 我們今天大概介紹這邊 我們可能要來講一下課堂作業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是課堂作業 然後 會先有個影片 欸 好 等我一下 會先有個影片給大家看 要大家做的東西 然後東西沒有很多 稍等一下 在外面上去 要我 在外面上去 你臉上去一個卸水 一下 等一下 我 會先在外面上去 你臉上去的 是嗎 原來是嗎 你們要不要 你看 好,那這是課堂作業的示範 就是要先有一個開始畫面 開始畫面上面就是夾一張地圖 然後地圖上面打字上去 對,然後字不用動沒關係 就是地圖,然後加打字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是設定一個快捷鍵 然後快捷鍵是用來轉場用的 所以轉場,就是按下快捷鍵都轉場會變這樣 然後轉場過後的效果會是放一張 右下角放自己的視訊畫面的截取 然後底下釋放視窗的截取 就是可以隨便開一個Google的視窗之類的 如果一般要做那種不是什麼reaction之類的影片 就是會長這樣 好,就這樣結束很簡單的功能 然後這邊是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會怎麼做 所以一開始的地圖會是先建立兩個場景 然後第一個場景是可以寫到等待畫面 然後第二個場景叫直播畫面 一般直播的話就是會講這個樣子 然後等待畫面的地方放一張圖片 然後再加上文字 然後可以隨便打字沒有關係 不一定要打什麼開始之類的 然後對,就先這樣 然後再來是再切到直播畫面這一塊 直播畫面的話是先放一個視窗截取 然後截取一個你想要放出來的視窗 可以開一個YouTube的畫面之類的 就是這樣會動的話比較明顯是視窗 設定一個 然後接下來是在快捷鍵 就是先從右下角這裡的設定按進去 然後到快捷鍵這邊設定一個 從直播畫面切換場景的話是 隨便設定一個自己覺得順的可能空白鍵 CtrlA,CtrlZ,隨便設定一個自己習慣用的快捷鍵 然後這樣到時候按下去之後 就是會直接從場景 第一個場景轉到第二個場景 然後這是步驟的部分 好,那現在大家就可以先找一下圖片 然後想自己要打什麼文字 還有開好一個想要截取的視窗畫面 對,那就是我們今天的錄影 那我們等一下去檢查作業的時候 就是需要你們先幫我簽了第一個等待的畫面 就是圖片加上文字的那個畫面 然後我們走過去的時候 你們就是按一下快捷鍵 讓我們看轉場過後的畫面 我們先在樓秀 我們要做時間用的 我們先去學他們的動力 對 不要停泊 谢谢大家